提到私情隔日乐,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他和藏天朔一起改编的山歌 好比春江水传唱至今 十年55岁的他最近在个人账号上发布了一条视频 这条视频一经发出,便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关注 人们发现私情隔日乐的状态并不好 他满脸愁容,向粉丝介绍着自己的境况 他说他最近的生活特别不顺 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事情都发生在了他的身上 他感觉到压力特别大 说到动情处,他竟然满含热泪,几度失声痛哭 网友看到他这个样子,纷纷在他的视频下留言 询问他这是怎么了 担心状态不佳的他会做出什么傻事 有了解他的粉丝猜测导致他出现微米不振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不顺 也可能和他之前的情人张天朔有关呢 一度爆红的他为什么销声匿迹了 他和张天朔之间的又存在着什么样的感情纠葛呢 坎坷的成名录 思琴格日勒1968年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 作为土生土长的蒙古女孩子 他自小便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天赋 能歌上舞的他获得了父母很多的偏爱 在他13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内蒙古艺术学院舞蹈专业 在上学期间 他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 在这些人中 他和一个男孩子日久生情 成为了恋人 他的男朋友平时喜欢弹奏 演唱摇滚乐 思琴格日乐爱屋及屋 他慢慢的也喜欢上了摇滚乐 在男朋友的影响下 他逐渐走上了摇滚的道路 在1990年 他和这几位在学校认识的好友 组建了苍蝇乐队 他在乐队中担任了被厮守 在毕业后 怀揣着梦想的苍蝇乐队 先是南下去了深圳 怀才不遇的他们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于是他们一行人在1994年又踏上了去往北京的火车 为了打响自己乐队的知名度 他后来将苍蝇乐队改名为了骑士乐队 之后他创作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歌曲 骑士乐队 但是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反响 为了乐队更好的发展 他顺应时事 签约了天心公司 但是苦心录制的节目却因故时辰了大海 在北京是行不通了 于是他将放眼世界 在1998年他携带乐队去往了菲律宾演出 还是没能受到预期的反响 前路迷茫 其实乐队在经过多方努力后 最终走向了解散 乐队解散了 他的男朋友也离开了他 但是私情隔日与生俱来拥有着坚韧 不服输的性格 事业上的失败并没有打击他对音乐的喜爱和坚持 为了生存下去 他找到了一家酒吧开始了卖唱生涯 在酒吧他的音乐天赋得到了尽情的释放 喜欢听他的歌人特别多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他认识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脏天朔 千里马终于遇上了伯乐 脏天朔很是欣赏他的才华 于是邀请私情隔日乐加入到了他的乐队 他在乐队中还是成为了一名被私手 生于1964年的脏天朔仅仅比私情隔日乐年长了四岁 他从六岁起就学起了钢琴 颇有音乐天赋的他在1983年创作了歌曲《朋友》 他凭借这首歌曲一战成名 在摇滚界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私情隔日乐此时还是一个默默无名的酒吧演唱者 他能成为脏天朔乐队中的一名成员特别开心 这些年的单打独斗让他受尽了生活的苦楚 所以在他看来 脏天朔就是一根救命稻草 即使在他身边作为陪衬的存在 他也是乐意的 在加入这个乐队不久 他便随着脏天朔前往南宁参加了国际民歌节的演出 在演出现场 他和脏天朔一同演唱了改变版的《山歌好比春江水》 此歌一唱 私情隔日乐瞬间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摇滚女歌手 之后他便迎来了自己事业的高峰期 一炮而红的他乘胜追击 在之后他发行了多张专辑 并凭借《新世纪》这首专辑 获得了中国原创流行榜十大金曲最佳新人奖 名声大噪的他在2001年受到了春晚节目组的邀请 他首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演唱了歌曲《台湾民谣》 之后他又四次登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他的事业达到了无人可及的地步 爆红后的他接受到了很多节目组的邀请 后来他还涉足了演艺圈 在左小青等知名演员一起出演了电视剧《非常女警》的拍摄 在剧中他饰演了一位英姿萨爽的蒙古族女警察 事业上能有此成就 全都归功于他的伯乐《张天朔》 私情隔日乐深知如果不是张天朔 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是哪家酒吧的助唱歌手呢 激情的恋爱关系 他对张天朔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他对他越来越依恋 此时的他还不知道面前的这个男人早已结婚有了家庭 他像一个小女人一样对《张天朔》充满了幻想 希望能和他早日组建自己幸福的家庭 怀着一片赤诚之心的他 和《张天朔》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并恋爱之后顺利成住在了一起 在和《张天朔》同居一年后 私情隔日乐不小心怀孕了 有了爱情的结晶后 他便提出要和孩子的爸爸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是《张天朔》却告诉了他一个晴天霹雳的消息 他告诉私情隔日乐 他对他只是兄妹之间的感情 他于是质问他为什么 他却告诉他他早已有了家事 这个消息瞬间将私情隔日月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从没有如此爱过一个男人 可是这个让他深爱的男人却欺骗了他 他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成为一名插足别人婚姻的第三者 可是他肚子里此时还有一个小生命呢 在蒙古人的观念中 打掉孩子是耻辱的 可他又不想破坏别人的家庭 他一时陷入无助又无奈的境地 他想着找孩子的爸爸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此时的《张天朔》却当起了缩头乌龟 躲了起来 内心备受煎熬的他于是想到一死了之 他还为此吃了安眠药 但是庆幸被救了过来 他躺在冰冷的床上心如死灰 于是他拿起了电话 再一次打给了《张天朔》 这次他接了电话 他告诉他希望能陪他一起去将孩子打掉 然后谁都不认识谁 《张天朔》于是和他来到了医院 将孩子打掉了 但是男人的话永远是不可信的 原以为他们的感情到此就结束了 但是《张天朔》在没有了后顾之忧后 重新追求起了私情隔日乐 看着这个自己深爱的男人 他很快又投入到了他的怀抱中 他们又住在了一起 但是这段感情并不是光彩的 《张天朔》也以离婚为幌子 欺骗着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孩子 《张天朔》的脾气并不好 经常喝醉了酒对私情隔日乐进行打骂 他经常被吓到躲到经纪人的家里 但爱一个人真的可以是那种不考虑任何后果的 私情隔日乐越陷越深 他最终成为了《张天朔》这个不负责的人傀儡 他们之间的感情愤愤合合 在2009年 《张天朔》因为聚众斗殴被警方逮捕 他们的感情便不再被人们所关注了 后来《张天朔》患上了肝癌 经治疗无效后 于2018年9月28日去世了 享年54岁 这个痴情的女子在《张天朔》去世后 在微博发布了一条说说 说说的内容是脏哥 一路走好 用情之深的他 即使《张天朔》去世了多年 他依旧没能将他忘记 直到现在已经55岁的私情隔日乐还是单身 总结 可能世上再也没有让他深爱的男人了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就像周海妹曾说过 不结婚女人就活不下去了嘛 但是不管选择怎样的活法 挫折是避免不了的 就像开头私情隔日乐在视频中讲的那样 生活诸多不顺 压得他快喘不过气来了 但是哪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呢 就让我们抱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面对生活吧 相信私情隔日乐也只是一时的不开心 希望他在心态上能做些调整 在拥抱美好的人生